工地男孩景浩想要通过搬砖挣到八十万 却处处碰壁 刚出狱的犯人想要融入社会 可他一脸凶相 难上加难 七老八十的退休工人都坐轮椅了 还想要回到工厂继续工作 对于普通人而言 有个好工作 挣大钱 交到好朋友 或许就是奇迹 这样咱努力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对于22岁的文木尹来说 能考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就是奇迹 毕竟他高考才290分 年轻的文木尹从来没有跟过剧组 没有拍过长电影 第一次拍戏就要指导徐征 还希望电影票房能上30亿 他凭什么呀 第一次站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时 文木尹的双手双脚忍不住发抖 一方面是北方的冬天太冷了 另一方面是心里没底 一个高考290分的插绳 却妄想成为电影界最高学府的一份子 文木尹母亲出家 父亲是普通的音乐老师 他想要逆袭只能靠成绩 可是文木尹从小到大都是班级倒数 高中时染着一头黄毛 要么做最后一排 要么做讲台旁边 老师也几乎放弃了他 高考时 文木尹勉强考上了一个三本院校 就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因为他从小就爱看电影 一部《黑客帝国》可以看四五遍 不断研究电影的分镜头 配乐更要素 插身文木也的另外一面 就是拥有强大的导演能力和执行能力 其实电影是一个综合艺术 电影里面有摄影 有剪辑 有编剧 有表演 有音乐 有声音设计 美术设计 大家所有都要在一个 特别有机的一个群体状态里面产生共性 所以导演要做的除了艺术创作之外 还需要的是跟所有人达成共识 然后让其他所有部门 又跟彼此的部门达成共识 毕业后 文木也一边准备考研 一边筹集到五万元 准备拍一部微电影《石头》 他在网络上发帖找到演员 灯光师 摄影师等工作人员 给的薪酬不高 来的都是志同道合之人 除此之外 他还专门去大学找音乐系的学生 做电影配角 面试多人之后 他与弹吉他的黄超一拍即合 在长城拍短片的时候 我就想要做原创音乐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 做短片很少用原创音乐 《石头》上映之后 获得了包括FO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奖 等五个大奖 成绩斐然 另一边 插声文木也 考北电第二次宣告失败 他从08年就开始考北电 连续考了三年 在2011年 终于凭借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 回族人文木也 侥幸上岸 成为知名导演 田壮壮的研究生 北电的学生 大多数会在暑假时 跟剧组找活干 而文木也没有这样做 他没事就跟导师聊天 从中国电影史 聊到电影导演的创作初心 这个问题 至今在考验着文木也的内心 读研期间 文木也坚定地选择前者 他陆续写出原创剧本 找搭档 拍非盈利性质的短片 如金兰贵琴 Battle 安魂曲 其导演能力也在不断进步 安魂曲只有12分钟 简单的叙事 灰暗的色调 晃动的镜头 暗示男主角不安的人生 他把老婆的尸体 卖去配明婚 再拿着钱去救女儿 一直寡言少语 却令观众感到巨大的悲伤 石头 金兰贵琴等电影 只能冲击青年电影节 但是 安魂曲却走出了青年导演的竞争范畴 获得亚洲国际短片大奖 这一年 文木也29岁 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导演 宁浩导演最讨厌指挥坎大山 拍片计划做得完美又漂亮 但成片惨不忍睹的导演 自从推出扶持青年导演的项目之后 他每年会面世许多人 浪费了很多精力 但也发觉了几位真正的人才 文木也属于后裔类别 2015年 韩家女创作出剧本《生命之路》 后改名为《我不是药神》 并将其投递到宁浩手上 《我不是药神》中 白血病人程勇为了治病 开始卖异度仿治药 结果 意外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宁浩将这个项目 交给擅长拍现实题材的文木也 自己当监制 还找来徐征做主演 电影投资7500万 还有朱一伟 王传军等知名演员加入 所有人都听从《新人文木也》的指挥 而危机也暗藏其中 年轻导演遇到大牌演员 很难驾驭他们 容易出现演员擅自改戏 不配合拍摄等情况 《新人文木也》偏偏又是一个戏节控 追求完美 例如 这次拍《奇迹笨小孩》 哪怕对方是白发苍苍的老演员 文木也一视同仁 严格把握表演的分寸感 易杨千玺拿着水管洗头 文木也要求她通过手缝 冲出水花 而不是水柱 前者更上镜 王宁说 她是会用描表卡时间的一个导演 她是会用描表卡时间的 剧本上就两个字 但是文木也要求演员和镜头完美配合 严格控制光影 精确到秒 文木也认为 勉强通过一个镜头 她说服不了自己 对不起买票的观众 也对不起剧组所有努力的人 拍摄《我不是要神》时 文木也要驾驭一群资深演员 你不能犯错 不能犯错 你要强化自己对于你自己电影的理解 强化你对于这个东西 她表演的理解 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做到至少比她在这方面还要了解她的工作 然后才可以去跟她合作甚至知道她的表演 程勇在初稿中是白血病人 但是文木也思前想后决定将程勇设定为卖印度神油的老板 增加人物的视景俗气 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人物的打斗戏 使电影更加精彩 拍摄《奇迹笨小孩》之前 文木也去到深圳做采风 走访计时的摄影师 浏览数千张深圳打工者的肖像 寻找人物特点 她找到易阳千玺做主演 是因为易阳千玺也是深圳打工族的孩子 对工厂的情感复杂又深刻 我其实找到千玺来演这个电影 根源上就是因为她非常像我那个电影里的那个警号 由于早早的担负起家里的责任 所以她又超出她同年龄人的成熟 千玺身上几乎都有这些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千玺还透着一丝脆弱 我在写完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应该千玺来演 文木也口中的一句强化理解 背后付出的是以年为单位的努力 以及无数精巧构思 从插生到北电的研究生 从新人到30亿票房导演 文木也的人生飞速变化 好似奇迹 而奇迹背后是人为的努力 这也是文木也拍奇迹笨小孩的初衷